看看新闻网 前有徐静蕾 王洛丹 新人焦俊燕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在各类吐槽和重压之下 焦俊燕的心态也练久得超强无敌 我自己努力了 然后结果不用去太在意 演员主要就是拼的是心态 对吧 你心态好你就无敌了 我就剩这个了 他就无敌了 别人吐槽他也是当时夸他 这就厉害了 但拍经典 演员除了要有强大的心态 还必须要有一颗爆棚的自信心 这次饰演王伟的王磊 就铁了心要将之前的 黄丽行李光杰比下去 不抱着要超越的态度 他演什么呀 是不是 对不对 起码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 对吧 你肯定演一个戏 你一定要认为 你能演好你才演 这是一个基本的信心 我已经作为演员了 别看王磊趾高气昂 他也是有软肋哦 听听 只要媒体问到 有关他和焦俊燕的吻戏 王磊一下子就没了底气 怎么老问我这个吻戏这话题 怎么回事呢 我也从来没说过 说我也不拍吻戏 我不拍吻戏 我又不是布拉德皮特 布拉德皮特也拍吻戏 空口无凭啊 王磊只能现场自爆 拍吻戏的诀窍 以证明自己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轻易拍吻戏 我们搞影视的有很多技巧的 不能这么说 严于生活高于生活 你比如说借位置呀 比如说再行不行 不能这么说 你这么说 你得说你们两个就是 真的 真的 然后就是真的 投入了 嘿 其实有 你比如说 讨厌 你比如说在电梯里 是吧 我这么一抱 刚刚吻 你订位置就好 你电梯门就合上了 作为专业演员 王磊怎么就如此抗拒 谈论吻戏了 原来人家名草有主了 今年十月 王磊就将和女友李小萌 迈入婚姻的殿堂 大婚来临之际 这准新郎 自然要将娇妻 摆在第一位嘛 你就算一个再体谅你 再宽容你说 支持你 我相信你两个人在一起 他看到你跟别人接吻 他说他高兴 我觉得他也是 他也是为了支持你 理解你们 我觉得如果能不稳 就不稳 我觉得挺好的嘛 我觉得你这点作曲 真的特别好 很多男演员 还真要向我学习了 对啊